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晚还不回家 点一点已婚妇女的自知之明都没有 我告诉你啊 你要继续跟林漫不清不楚的话 小心嫂子有一天受不了你 报复性出轨 好 怪不得你没给我发微信 你 还不回我 什么事啊 那个 你随便给我发一条微信 发什么微信 你发什么都行 别挂啊 我发过去了 可是显示对方是拒绝接收啊 发送成功了 你把我拉黑了 这 大玩笑的 发什么神经 反正你也不周 那你就继续在小黑屋待着吧 怎么样了 哦 没事 血茧 心电图都没问题 心脏踩超也没事 那会不会不是心脏的问题 是其他器官引起的心系症状 医生也让我查了一下甲状腺 也没问题 没事就好 那你今天回去好好睡一觉 好 都这么晚了 走 我赶紧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打车走了 别别别 你 这我又会内疚得睡不着觉 走吧 我送你 行 好 十一点了 还不知道回家 你会出什么事了吧 小璐 今天晚上多亏你了 陪我这么久 干嘛这么客气啊 雷哥 周末 周末的时候你就别加班了 好好休息 工作没完成 我休息得也不踏实 没事 医生不也说没事吗 嗯 开车注意安全啊 拜拜 下周见 пять 僕幾个挑是我 对 我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总理车站我们要去 你们好 明天 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直行 我回来了 给你带了炸鸡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临时有点事 女孩这么晚出去不安全 你不知道吗 你是在担心我啊 我贪心你什么呀 我 童举手则上写了 十一点之后不能发出声音 现在已经十一点四十了 你不是还没睡吗 你你回来洗漱 换衣服什么的 那我能睡着吗 太吵了 那抱歉啊 这次确实是有事 我向辉辉注意的 你在看佩琪啊 你刚才说 有什么特殊情况啊 我们去看电影 后来 看电影就是你晚回家的理由吗 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对了 把炸鸡吃完 莫名其妙呀 对了 对了 对了